那么今天呢,作为第一篇,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个标题,叫做通透 我相信是很多初学者特别关心的话题 通透本身来说,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也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法 通透也并不是画面中唯一的一个指标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也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叫做如何通过控制原色,让你的照片通透起来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通透 汉语中关于通透的解释,叫做通明透亮 加那明亮两个字,似乎让我们找到了一点方向 单看明字,日月为光,有光就有色 那么通明透亮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光色的原始性和纯粹性 也就是说,对光色,原色最少的干扰 画面中就会产生最大的通透感 那么是哪些原因导致我们的画面发闷 不透亮,不清澈呢 除了拍摄的这些问题以外 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包括光色污染 光色混合,雾霾,或者透过玻璃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画面不够通透 拍摄因素导致的不通透 是前期问题 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技术磨练 提高对相机的使用 但是环境因素,我们则可以通过后期的方式 来把它进行一些削减 如果你发现你的画面只是有偏色的问题 或者对比度、清晰度、饱和度不够 那这些基本上通过后期的基本调整就可以实现 当然如果你发现你的画面 是因为光色过度混合变得脏 或者光色互补互相干扰变得混浊 那就必须通过高级的后期调整 才能够处理得掉 关于后期的基本调整 我们在上一次的基本流程里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这里不再赘述 这次我们专门讲后期高级调整里面 如何做光色的还原调整 也就是说如何去除互补色的混合干扰 说到这点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什么叫做互补色的混合干扰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些照片 来分析一下这些照片会产生的问题 那么通透的切入点 我们用蓝天做一个比喻的例子 是最容易看得到的问题 普通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澈的蓝天 但如果环境不好 天就不会变得那么蓝了 那么蓝色受到哪些干扰呢 我们发一组照片给大家来看 然后我们分别在这些天上的这些蓝天的点 做了颜色的吸取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颜色出现了什么问题 大家重点需要关注的是调色 试色器里边关于CMY的数值变化 那么在这组变化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怎么说呢 它至少有三组数据 就是有青色有品红色和黄色都介入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比组 在对比组里边 我们认为是比较干净明亮的天空 环境也比较通透一点 那么在这组变化里面 大家看一下CMY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CMY的数值变化里面出现了两组数据 大家会看到少了黄色的干扰 那这些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给了我们两个结论 也就是说 如果想让你的天空变得非常的彻蓝 第一 只需要协调好青色C和品红色M的比例即可 第二 那么如果想让天空更蓝 你要减少黄色对蓝色的干扰 为什么黄色对蓝色的干扰 导致的天空不够蓝呢 我们就必须回到原色原理 去带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了 关于RGB三原色和CMY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在很多教科书上 大家都有所涉猎 但是我下面依然想恳请大家 通过我在Photoshop的这个案例里边 来重新体会一下 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说不定你会有新的收获 在这个里边 我做了一个文档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在三个图层里面分别有RGB三个原色 RGB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红绿蓝 那我把他们三个图层的模式都改变了加色模式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绿色模式 我们产生叠加 它们产生的颜色上的变化 大家看一下 如果红和绿叠加 出现了黄色 如果绿和蓝叠加 产生了青色 同样 如果我把蓝和红叠加 产生了平红色 那如果他们三个一起叠加 产生的是白色 那这种光色我们叫做加色模式 因为他们最终产生了白光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 在RGB的三个原色混合里面出现了 青 平 黄 三个二列颜色 那知道这个有什么道理呢 如果我们 把青 平 黄三个颜色再单独拿出来 用正片叠叠的方式进行红和 会发现 如果 品红色和青色红和得到了蓝色 和黄色红和得到了红 黄颜色 和青色红和得到了绿 和品红色红和得到了红 三个红和在一起 变成了黑色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在RGB里面蕴含着青 平 黄 在青 平 黄里面 也蕴含着RGB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的问题 就是RGB和CMI之间 是非常紧密的连接关系 我们给大家再细解释一下 这种连接关系 以红色为例 它有两个支持色 分别是黄色和品红色 还有一个互补色 站在它的对立面 叫做青色 同理 以绿色为例 它有两个支持色 是黄色和青色 它有一个互补色 是品红色 它站在它的对立面 那就意味着 如果我想拍出非常漂亮的晚霞 火烧云 那我需要在这个颜色里面 加黄色和品红色就可以了 但同时我要减掉对青色的干扰 同样我如果想拍出非常漂亮的蓝天 我只需要加品红色和青色 但同时我要减去黄色对它的干扰 如果我想拍出大草原的翠绿 我需要加的是黄色和青色 同时我要减去品红色对它的干扰 我希望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晕掉 但是我下面说的这句话 你一定要更深刻的记下来 因为下面这段话 代表着整个原色调剂的核心要质 如果你在任何时候 见到了类似这样的调色对话框的时候 那你就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你的滑块向右边走的时候 将会出现加青减红的状态 但要往左处去走的情况下 将会出现减青加红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红色和青色是互补色 那这种滑块 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 没错 这不就是我们平常调节的色温和色调的滑块吗 我们当减色温就偏蓝 加色温就偏黄 而它们中间是互补的关系 什么导致了互补色产生这种画面的干扰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同样 我把这块黄色和这块蓝色保留下来 供大家来仔细看一下 那么这两块颜色 我们把它重叠在一起 这一次我们的重叠方式 不用之前的重叠方式 我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把这部分放大 好 那么黄颜色和蓝颜色作为互补色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会产生到混合干扰 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黄颜色的这个不透明度降低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它跟蓝颜色混在一起出现了一个什么颜色 我们大概降到50% 我们大概降到50%的时候 它混合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的一块非常脏的灰色 如果完全重叠的情况下 就是完全的灰色 这只有在补色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而你仔细看这块灰色 不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雾霾的颜色吗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用什么办法去物最强呢 还原蓝天最好的方法就是减黄色 只要把黄色从蓝颜色撤离出来 蓝色就会还原得最为干净和纯洁 划归到此 我们所有最重要的图表 就是这张图表了 一定要记住整个这个 加色和减色之间的互补关系 要记得每一个颜色的支持色和互补色 到底是谁 如果你这张图记不下来 最好的方法是把这张图存下来 作为你的桌面 随时想不起来 就对照来看一下 了解了RGB和CMI的关系 回头再来看这些蓝色的天空 为什么减黄会变得通透 就会了然于凶了 那如何去应用这些原色原理 去针对图片进行真正的调节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两条命令 一条是曲线通道调整 一条是关于可选颜色 这两个命令都是基于三原色调整的基本方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案例演示 在这里我给大家挑了几张 理解三原色调色特别典型的案例 比如说这张 这是在汽车行进过程中 大巴车通过发雾的玻璃拍到的对面的山景 实际上风景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可以假想这些发雾的玻璃是雾气 也有可能是雾霾等等 但是它们的影响力都是一样的 画面非常之不通透 那下面我们就通过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方法 曲线的通道调节对它进行调节 我们打开它 说到这里我多说一句很多人在问我Lightroom和Adobe ACR Camera的区别 首先这两个软件没有任何区别 它们的操作模块是完全一样的 你会了Camera就会Lightroom 会Lightroom就会有Camera 但同时Lightroom和Camera也只能够完成后期70%的工作 虽然后面还有30% 但往往的30是点睛之笔 就必须回到FotoShop里面处理 所以在ACR里和Lightroom里我们把它的处理叫做预处理 我们的FotoShop里面我们叫做完片处理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画面的基础操作这一部分 基础操作的具体参数 我们之前都讲过 但是这里我们还可以快速的捋一下 但是关键要理解这张片子的调节思路 这个片子出现的问题是 整个片子没有暗部细节 也没有亮部细节 我们很可能通过对比度的方式来对它进行调节 但是即使你会加了很大的对比度 你也不会看得到很明显的这种变化东西在里面 那么除了对比度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调节数值 也是可以对去除雾霾最好的方式 就是清晰度 清晰度的数值可以放心给的高一些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给到90% 到接近100% 但是也在重度雾霾情况下 也是没有丝毫影响的 还有的方式我们前面都讲过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一些自然饱和度 让一些看不到的颜色显示出来 以及定义它的黑场和白场 在定义黑场和白场里面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要借助ALT键 但是对于这张片子来说 我们借助ALT键一点用处都没有 因为借助ALT键只会让它产生非常大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均衡点 可以被你参考的到 那么白色的地方 我们建议的方式是可以取出非常大 因为我们要加白的情况下 只是画面会越来越亮 反倒没有细节 所以反倒是应该降下来 那么阴影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我们很可能不会像以前一样 把阴影提到很高的方式 这样的话也是会越来越灰 反倒是我们要让它阴影降下来 降到一个很高的数值 包括百分之百也没有关系 高光的地方同样如此 以前我们会把高光降低 现在不但要降低 还要降到极低 让所有的细节出现 那么看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这就是我们基础操作里面常说的 那么上次我们唯一没有讲到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曲线 对 就是色调曲线 色调曲线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参数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点的方式 那么如果我们想对通道进行调节 就必须切换到点的状态来处理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默认状态 叫做RGB 在这个状态里边 我们要调的方式 只能是对它的进行亮度和对比度的调节 那么在RGB状态里边 上半部分是亮度 下半部分是暗部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以这个坐标点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斜线代表的意义 就是亮度和对比度的变化 那么注意一下这种曲线 在调节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细节 如果你的直方图里面的颜色 只是这个位置的情况下 那如果你即使要调亮度和对比度 也要针对这个数据进行调节 切不可 大家都知道S线是亮度和对比度 没错 那我打一个S线 觉得这个对比度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是因为你没有中存于这个曲线值 就是直方图的这个值 所以这个是不能够在这里被使用到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中存于这个直方图来使用它呢 一定要通过跟直方图相接近 那么一样呢 我们来提高它的暗部 降低它的暗部 但是呢 找到有数值的地方 那这里有分值图 找到有分值的地方 再停下来 保证它有一定的暗场 那亮部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往哪边走呢 要走到这根细的这个垂直线 跟分值相接近的地方 才会停下来 停下来的目的会在 因为这地方才会有数值的变化在里面 那么同时我们再降低它的量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提供的这个对比度才能够有效 那一定要记得 这种方法就是要针对这个直方图的区域范围 来决定你S图的这个比局线 那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难理解 但是真正难以理解的 还是在于单通道的调整里面 我们来到红色通道里面来看 红色通道里面的这个数值变化 就会跟前面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一样这个地方是暗部 这地方是亮部 同样这个地方反角也是亮部 那么这根斜线把它切分成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分别代表 红色的当前的主色调和它的补色区域关系 所以说红色三角 这个三角形切分完之后 上半部分代表红色 下半部分代表它的互补色是蓝色 从何而得知 还记得刚才那张图吗 如果你没有像我这样 你可以把它记成桌面 没错 红色的互补色是青色 红色互补色是青色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片子向上调节是偏红 但是向下调节就是偏轻 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 但真正在使用的时候怎么去使用 我们往往是针对画面中的暗部和细节 自己决定 以这张片子为例 这张片子里大面积有青色和绿色的这种色调在里边 那么绿颜色和红颜色也有一点点互补的关系在里边 那么它们在一起会互相干扰 那如果想让绿颜色更清脆 那实际上是我要减红 那么减红的方式就不是往上走 而是往下走 不管是它的暗部区域 还是它的亮部区域都要如此 那么暗部区域 我们减一点点红 那么你会发现暗部区域开始偏青 那么这青跟绿产生的反应 画面中就出现这种清脆的颜色在里边 那同样亮部区域 我们也让它减红 也让它往亮部区走 但是减到这没用 忘了我说的吗 因为这里没有颜色的细节 要针对直方图的变化往上去推引 那么这个值至少应该在这个位置左右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看这样的话 亮部才算被降下来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亮部的红颜色 也被降了下来 往上走是偏红 往下走是减红 减红就是加青 那么加了青 对于这种绿色 清脆的这种山色 就会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红色通道就是这样一个交接方式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通道 绿色通道同样 那么还记得 绿色通道里边 那么它的主色在上半部分是绿色 那么下半部分就是它的补色 那绿色的补色是谁呢 又想不起来了 再看一眼 绿色的补色是品红色 那么在这个片子里边 我们需要在绿色里面加品红色吗 不需要 因为一旦我们在这片子里面 那么加绿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但你尝试一下 如果我加了绿颜色 画面中会产生非常 怎么说过分的绿都在里面 但是如果往下减绿 一定是在加红 这不是我们要的颜色 画面中又出现了非常大的紫色干扰 我们不要它 那么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是 我们只是降低清绿色的出口 那因为在这个位置里面 才有绿色的介入 所以我们把绿颜色降低到 跟我们这个有颜色值的这个地方 保证这些绿颜色有情况出现就可以 所以你看画面中的绿颜色 又充裕的出了一个层次在里面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 我们最后看蓝色的变化 蓝色最复杂 因为蓝色是跟谁变化 我不用再签张图了 大家都知道 蓝颜色的它的补色是黄色 我们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片子里面 我们要不要加黄 还是要加蓝 你要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哦 实际上我们应该加黄 为什么 因为绿颜色跟黄颜色是灵性色 你可以看到树梢中 田野中很多地方都是黄的颜色 所以我们应该减蓝加黄 减蓝加黄 那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数值不能往上走 一往上走就是加蓝色 加蓝色画面中就脏了 所以我们要减蓝色 减多少呢 你自己看感觉 我们说记感觉 不要记参数 你记你画面中的感觉 那同样这是暗部的地方 已经加了黄 那么亮部的地方更要加黄 亮部要加更多的黄在里面 所以我们来加黄 加多少 我们看加了这么多 为什么画面中出现的这种绿的 闷闷的这种感觉不舒服呢 是因为你没有找它的颜色值 所以要找回来 到画面中有信息的地方才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在画面中 加到了黄颜色在里面 哦 你看画面中的这些绿草啊 树梢啊 就慢慢的多出了点黄颜色 那我们不要过分 找到我们要的这个数值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 在通道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颜色的互补关系 来理解曲线的调节 那么现在我们都在用直线调节 那么更高级的情况下 我们会告诉大家 如何把这些变成曲线调节 以及如何去控制它 但现在对我们来说 这些已经足够了 那么我们通道曲线调节 已经拿到这个片子 为什么这个片子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不如意呢 那实际上我们说 调色的最高境界啊 也是局部处理 那么实际上这个片子略微缺了一点点局部处理 局部处理的工具呢 当然是首推的是画笔啊 渐变和这个镜像 那么在这个片子里边 我们就想要树梢这部分的暖光强一点 以及草地上这部分的受光面强一点 以及灵水这边的受光面再强一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镜像渐变这个工具在里面 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很简单 我们把色温稍微往暖的地方调一点 这个调色温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色温也是有这个黄和蓝来组成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永远是不色关系 绿和平也是不色关系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把数值时间调好 色温加大一点点 曝光加大一点点 对比度加大一点点 以及清晰度加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局部控制笔刷 那我们来直接对我们需要的这本画面 做一个拖拽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拿到之后 它是不能够旋转的 但是你画完之后再松手是可以做这个旋转的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范围扩大到 你想要的这个山坡的这个范围点上 以及竖从之间 你也可以来一点方旋转上去 把竖从的这个黄色也给它加上去 水面这地方也可以处理一下 同样如此 那么注意看 水面这样的处理情况 它会出现非常大的这个色彩的这个溢出 那红颜色被溢出了 溢出情况 你可能需要把高光的地方会收一下 以及这个色温的地方 曝光的地方也往回收一点点 那才能够控制得住 所以每一个笔刷都需要独立的控制 或去找这种感觉 那么针对画面中的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这个区域范围进行不同的这种调节 那就是我们针对局部控制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个小的知识点了 那么通过这几个点的这种测试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影响力 而这影响力跟我们之前的画面 也产生了非常好的这种融洽 那么总归这个画面的知识点 最重要的是关于如何通过曲线的通道 进行色彩的单独换员 那么这个片子调到这里 跟之前的比起来已经完整了不少 我们看一下对比的效果 好我们先回到Bridge里面 看一下刚才调好的这张图 我们把这张图和最早的原图做一个比较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的除埋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 这张片子相当的通透了 按道理来说 那么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案例来理解原色 对于这个数值的还原 到底有多大的帮助 那么希望你们对于曲线这场民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